四月親民祭祖拜拜掃墓 民間習俗有九大禁忌 千萬別踩雷 前往墓園祭祖 這些人恐怕先別去 專家說墓園通常比較偏僻 孕婦病人七歲以下孩童 去了恐怕有不好影響 另外掃墓還拍照留念 對死者不敬 指乎全民恐怕夜會遭殃 只能叫小民 叫我們全民怕引惹到 不必要得一些軌道眾生的麻煩 採別家墓園彷彿採在別人頭上 對死者更是大忌 燒雜草不小心燒到別人家的墳 等於放火燒祖先的房子 恐怕倒霉一整年 還有穿拖鞋感覺很慶菜 陪男女朋友掃墓 命理師建議 非自家人的墓先別掃 燒到別人家的墓 就好比把人家的屋頂都燒壞了 會倒霉那是對的 穿拖鞋對祖先的不尊敬 拜拜祭祖 最後重點先別直接回家 到人多的地方繞一繞 讓陽氣蓋過陰氣 而回家後馬上洗手 也要馬上喚洗身上衣服 千萬不要放過夜 避免晦氣對雕雕 掌握態度尊敬 不要起裝異服 掃墓九大禁忌 小細節都得多留意 記者 莊春華 評論報導 早上這個夢夢水 獨家配方 起入入睡關鍵 舒眠的元素 能夠安定舒緩神經 讓你身心達到放鬆 當中有纏酸 調節情緒 增強抗感能力 還有德國陽光局萃取物 可以疏解焦慮幫助睡眠 睡前三十分鐘 來一包夢夢水 白桃風味酸甜好喝 源風味酸甜好喝